北京办公室附近的餐厅中午用餐时间坐无虚席 厨房忙着做菜 服务生忙着送菜 这看似一份简单的工作 但用餐尖锋时刻就是会找不到人手 中国现在面临这种状况就是 他在推行这个全民小康啊 就是各个城市各个产业都在发展 那他发展的时候必须是以人为本嘛 那人才的都很紧缺 28岁的台商看到了商机 创办了一款可24小时招工的APP 雇主用手机点选需要的人数和时间点 兼职者只要有空上APP 就可以立刻眉合最近地点的part time工作 时薪就是24 然后呢就是今天三小时干完之后 立马就到账了 在台湾要找到一份灵活工作的方式 要么你就是去开物馆 要么你就去送外送 在中国大陆除了这两项选择 刚好你又没有车子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上APP 这个APP的话呢 它可以帮助有空闲的人 所以是可以找到一份上手的工作 在中国大陆市场 有非常非常多的雇主中小企业 他们找不到员工 也有很多工作者 包含学生啊 或者是家里的大妈 家庭主妇等等 找不到工作 所以它这个市场当中工需都很大 但是找不到平衡点 当隔壁西安泡沫馆 还张贴着招聘收银员 服务员洗碗工 这一款APP已经把招人线上化 未来将从基层南岭 扩大到白岭范围 通过大数据的方式 去把我们大量的每一天工作者 他的实际的薪资 他的结算 他的评价 全部变成数据 我们把人给分等分级 并且我们在各个城市 有自己的定价策略 并且把最好的人 送到最好的位置上 翻开大陆今年第一季 最缺工的行业 行销员 餐厅服务员 保全排行前三名 无一假期后 缺工慌更严重 利用APP 让每一个人 在最适合的时间点 找到最需要自己的雇主 TVBS新闻于信翰 陈向如北京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 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